很感謝我們農場一班義工 今天他們都很盛領 邀請到他們的朋友和家人 出席今天這個感恩節的慶祝活動 今天我們有個主題 雖然這紙小了一點 考考大家的眼力 見到在我們的農場上有幾隻字 大家讀不出來嗎?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吃了一些早餐才來的 應該很氣力一點 再大聲一點讀了一次好嗎? 好 音樂最豐收 是這樣的 今天我們的主題活動 就是融會在這幾個字裡面 今天我們就很高興 邀請了梁旭先生 是我們今天大會的司儀 我們先歡迎他 我們就交了時間給你 謝謝華先生 各位早晨 相信大家很多耳工都知道我是誰 我是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健康長者農場的 一個計劃的負責人 黃云旭先生 我也很榮幸 今天能夠成為司儀 跟你們介紹一下農場 以及分享一下一些經驗 首先問大家 今天就11月17號 是吧? 記不記得明天是什麼日子呢? 投票日 好夜喔 我還以為你們會說明天是投票日 是不是? 區議會選舉 當然 除了區議會選舉 投票日之外 明天也是我們的長者日 所以 雖然我們不是在18號舉行 這個感恩日的活動 但是為了我們對一群義工的朋友 和家人 有些尊敬 所以今天就安排了一些比較好 坐一些的 有計劃的耳朵 讓你們坐 我們自己農場的義工 以及一些年輕的嘉賓 我相信你們不會太介意 只是短短時間 一個多小時 大家是年輕人 我們是來的農場做義工的 也是很健康的 我們都不介意坐 一些沒有坑的椅子 好嗎? 好 今天活動正式開始之前 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大概在400多年前 在英國 有一群清教徒 和他們的家人 為了尋求他們宗教上的自由 他們就還跨了大西洋 他們成坐了五月花號 去到大西洋的另一對岸 美國的東岸那邊 那裡人跡稀寒 秒無人煙 他們就開始他們的新天地 經歷了一年的寒暑 原本有百多個的新移民 去到一個地方裡 有一年的寒暑 你知道在美國的北部的地方 都不是那麼容易過 冬天真的很冷 魚館百多個人 到最後 更加慕名而至 來到農場參觀我們 即這個地方 更加是我們 每一個農場義工 和職員的一份光榮 健康長者農場呢 能夠有今天的成功 除了有女青年會 會方和一班農場委員的支持 秀群中心同工的協助 和我們義工的努力之外 我們亦都很感謝神 賜予一個良好的天氣和地土 大家在今天的活動裡 除了可以好好享受 今天的時光之外 我們亦希望大家能夠 對身邊的每一個農場義工 每一個出了力的一份子 能夠表達一分的謝意